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到Linux差不多系统基础的第23讲 那学习奔奖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那我们上一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磁盘管理的查看磁盘信息的相关命令 主要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个基本的命令 一个是DO,可以显示我们磁盘使用的在要信息 它主要呢,是可以显示整个磁盘的文件目录 每一个文件目录它的所占用磁盘空间的大小 那默认呢,它是以K字节的方式在显示 你也可以-M选项来以照自己方式显示 而它有个参数S呢,是可以显示当前目录占用的大小 那么这个命令呢,在无邦图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它不是以block的单位来显示的 它是,它是可以,它可以以K字节和M字节来显示 而且它可以加上选项-b来显示这个单位 DF也是一样的,那么DF呢,它是显示整个文件系统 不同的文件系统它所使用的磁盘情况 好,这是我们上节课给大家讲的DU和DF两个常用的磁盘 查看磁盘信息的命令 那么磁盘管理我们说完了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要来讲这个网络配置管理的基础命令 那网络配置管理的基础命令呢,我们在基础篇里面呢,我们会只给大家讲 如何来查看一些网络连接信息 那么如果查看网络连接信息呢,我们主要讲两个命令 一个是ping,一个是ifcompare 那么ping呢,这个命令呢,如果在windows下面 你们去用过windows下面,这个网络查看网络连接呢 对这个ping模型你们应该不陌生 这个ping它主要是用来查看当前机器与另一台机器的联通状况 我们可以去ping后面加上一个要去ping的主机或者主机IP 那么它就会向这个ping的主机发送数据 如果被ping的这个主机它有回复就表示是连通的 对吧,这个在windows上我们都经常用 啊,经常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进入到五方图 登录一下 我们登录以后呢,我们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命令终端 进入到命令终端 进入到命令终端 来这个操作一下这个ping 那么我们ping它可以ping一下我们的外网 因为我们现在外网是连通的 可以ping一下外网的一些主机 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回复 有什么信息 好,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用Ctrl2的F2进到中端2 用WG这个用户登录 那么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去ping一下新浪这个网 你看一下啊 现在外网是通的 你看 你一ping这个主机地址 你看它是不是就不断的在回复 对吧 它说你ping的是新浪网的一个地址 它是一个新 然后它的地址是1111312930 对吧 你是 像它这个发生了一个56字节的一个数据 然后它就回复了你一个64字节 对吧 来自于它 看到了吧 不停的在你回复 OK,如果你要中止的话 看那say 那你也可以ping一下什么 我们可以拼一下百度呢 看一下百度有没有回复 我们拼百度 你看,百度也有吧 OK 也就是我们这个机器的网络是通的 那这就是ping这个命令 那除了ping这个命令呢 我们说这个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常用的 叫做ifconfig 这个命令呢 有点相当于我们windows下面那个ipconfig 它是用来查看我们当前机器的网络参数信息 网络配置信息 那么你可以通过config-a 来显示当前机器的ip啊 直网研码啊 网关啊 等网络信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们直接用ifconfig 它会显示什么 你看 它就会显示出我们当前机器的 两个网络 这个 当前机器的网络设备卡的一个信息 网络设备卡的设备名字叫做eth0 对吧 在我们Linux系统里面叫eth0 然后呢 它说这个呢 它的物理地址啊 是 这个就是mark地址 物理地址是这个 然后呢 它的ip地址 网络地址是这个 192.168.93.128 广播地址啊 然后呢 它的直网研码啊 对吧 你看这个看是C类网啊 C类网 对吧 然后呢 它说它是upt upt就是它是激活的 在用的 对吧 broadcast 对吧 啊 好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这个它是显示的就是说 因为当前我们这个网络设备卡 它也可以形成一个回环 它是显示一个回环网络啊 这回环网络 它的地址是我们本季的 127.0.0.1 它的直网研码 它的地 安密地址啊 对吧 它是这样的 好 那如果我们用 if ifconfig-a 你看 它和ifconfig 显示的信息 是不是差不多的 啊 一样的啊 就是显示我们当前的一个信息 啊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 它除了可以显示我们当前的这个信息以外啊 那么我们说它还可以 做来做一些配置 比如我们可以利用ifconfig 来对我们当前这个网络设备卡进行一个激活 或者是关闭 好 我们可以用一下 好 比如我们用 ifconfig-eth0 怎么样 down 关掉 好 它说你 当前全线受限 你不能关 对吧 那我们用这个什么 具备管理员全线的这个命令 我们来 速度 来试一下对吧 输一个密码 OK 它现在关闭了 关闭了让我们看一下 你看 当我这个 关闭以后啊 你看我用-a或者是这个 你看 当我关闭以后 两个命令查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了 关闭以后我用ifconfig 这个它能查出来的能不能查出我那个网络设备卡 查不出来 对吧 它只能显示一个回环地址 啊 然后呢 如果我用ifconfig2呢 是不是就查出来了 但是查出来了呢 但是信息里面没有什么 你看它没有IP地址直往研码和网关了 因为它已经被关掉了 对吧 而且它这个up也没了 对吧 前面这个up也没了 原来是artbroadcast 对不对 啊 但关了以后 但是我的回环是可以用的 对吧 回环是可以用的 我们的其他网络 对外的网络 局域网内的网络 可能就不能用了 啊 好 这个是我们说 那我们也可以重新把它激活吧 so do ifconfig up 没有给设备名称 对吧 应该是eth0 这个网络是分开up ok 然后我们再查一下 激活以后 你看它就有了吧 是不是又有了 好 又有 就又又有的IP地址了 又有这个 织网研码和广播了 对吧 而且这是up 看到了吧 up ok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说它还有什么 它还可以对我们的IP地址进行配置 可以设置IP地址和织网研码 比如说我们设置IP地址和织网研码 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的IP地址是多少 93.128 对吧 我自己设一下 ifconfig eth0 我设为192.168.93.130 对吧 我们可以设一下 诶 设一下 还是要有权限 对吧 所以 我们 加上一个这个 130 ok 射完以后呢 我们来查看一下 你看 这是不是变成130了 对吧 变成130了 好 那如果我们换一个终端 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 如果我直接在这个地方换一个终端 我在这个终端再登录 我上一个终端没关 对吧 我T2终端没关 然后呢 我再来查一下 你看 我在这个终端里面看到的 是不是还是130啊 对吧 我到另外一个终端还是130 但这个终端我告诉大家 虽然我不同终端看到的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重启以后 这个终端就会 还原为128 还原为128 那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现在 用sudo 重启一下 starting 对吧 它又重启了 然后我们重启看一下它的地址 会是130 那还是说我们原来的128 原来的128 那么按照正常情况呢 我们说它应该是128 因为我们在这个窗口 在当前我们这个窗口终端里面 去改变了这个地址 它是临时改的 它不会永久改 那么它真正的这个网络地址 它是会配置到 系统的配置文件里面的 配置到系统文件里面 那么如果你想要永久改 一般会去改 我们系统的配置文件 那么至于这个配置文件 在哪改 这个呢 我们在基础片里面 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在进阶片的时候呢 我们会专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这个永久改的话 会怎么来怎么来改 如何在我们的配置文件中去改 你看它又还原为什么 我说的128了吧 对不对 OK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if config 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使用 那么说完这个以后呢 那么我们本讲的查看网络 连接信息的这两个秘密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本讲的主要内容呢 也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大家就掌握 我们在课堂上讲的这些内容就行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